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當一個俠客 第一步 先去山洞挖寶 不然你窮成狗 當什麼狗屁俠客 餓都餓死你 挖到寶後 再去跟人一對一面交 記得戴口罩 和保持社交距離一公尺還不錯 第二步 去買個道袍來穿 直接增加仙氣質 別人直覺就會認為你很正派 然後記得閉嘴 不要講話 看起來比較有氣質 講話會洩漏你的俗氣 就沒仙氣了 第三步 找一座山站在山頂俯視遠方 這是一種意境 讓人覺得你彷彿可以就近天下蒼生 第四步 飛下山倒鼓先鋒 飛得越帥道法越強 但可能會摔死 不過沒差 這都在預料之中 第五步 投胎 摔死主要是為了再投胎 出生時捏個帥臉 人帥 別人自然會覺得你俠 第六步 練舞 保護弱小需要強大的力量支持 選一種適合的武功來練 像是 易水 花之招人 武當 我很抱歉 白鹿 四大街 天忍 怒火中山 天王 人人家 第七步 出發去幫助弱小的人吧 像是打倒那些欺壓人民的壞蛋 三秒鐘 我們就要讓那些壞蛋哭著求你不要死 你學意不驚輕易的被打死了 但不要怕再投胎一次就好了 而且這次你有經驗了 好起流程來得心應手 相信這次 你一定可以再充滿心風邪雨的 星劍霞世界3里順利的除槍扶弱 然後受萬人驚訝成功成為一代俠客 星劍霞世界3一款與眾不同的MMO武俠遊戲 精緻的場景 分明的昼夜 給你頂級的唯美 連人物都能透過捏臉系統 捏出舉世無雙的帥 遊戲中五大門派自由選擇 白鹿 當易水天忍 還有天王 對應五行屬性 彼此相生相克 少見的一對一自由交易模式 讓你打到的寶 馬上就能換成現金 遊戲中 你可以和志同道合的夥伴成為侠侶 或是成為師徒 去開闢屬於你們的家園 然後帶著你的家園夥伴 來一場浩大的萬人同瓶工程戰法 然後你又掛了 站死了 但不用慌 頭胎沒有次數限制 幾年後 你又是一條好漢 俠客的道路 需要你我的堅持 讓我們頭也不回的走下去吧 掰